只要 教各位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你只要从这边记得大瓜糊 不要选到 大瓜糊里面Ctrl-C 然后你就直接到这边 直接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那大瓜糊怎么产生呢 记得Ctrl-Shift-Enter 这样才OK 一定要Ctrl-Shift-Enter 你不能直接自己打大瓜糊 它不接受 向下填满 就OK了 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OK 所以细节部分我也许暂时不讲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这样 那我比较推荐你们用 这个所谓的VBA来解答 OK 那第一个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里面到底原始资料里面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我怎么判断 那这里面的话可能会牵涉到一个 就是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 当然如果你用以色列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文字的函数 如果要判断说呢 那个字的内码 OK 因为呢在美国人设计 这个电脑的时候呢 它有做一个区隔 就是说呢数字放一类 英文放一类 符号放一类 它有一个它固定的编号 那个编号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call按确定之后 比如说我把文字给它 但是这里面Excel总共五个字 它只会抓第一个字 它会告诉你一 它的内码是69 OK 那我怎么判断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请各位第一个要了解 在我云端上面我有放一个解说 所以如果待会你要想要知道 请你找到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一个单元 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找到103开头这个 其实就是我在上面放的一个参考解答 刚刚的答案在这里 OK 这个也许我不推荐 所以我就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那第一个你要了解叫做ASCII Core 这个ASCII Core 如果对美国人设计所谓的电脑的 内码的位置的时候 它会给包含就是控制码 包含就是符号 包含就是数字 跟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 它每一个都给它一个位置 也给它一个编号 那这个位置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是数字的话 它一定是在48到57 这个之前那就是它的数字 大写的位置在65到多少呢 65到90 小写的话是97到122 那另外中文怎么办 特别是因为美国人设计电脑的时候 它根本完全不会去考虑那个什么呢 中文或多国语系 有其他国家的问题 所以那个中文跟多国语系都是除此之外的 也就是它的编号一定是大于127 或者是小于0的位置 OK那些应该就是所谓的多国语系的位置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有个规则 如果我可以知道它内码位置 如果它内码位置在48到57之间的话 那表示它是数字 OK那应该知道 所以基本上它刚刚逻辑之后 我要先抓第一个字 然后判断是 如果我要抓第二个字的话 那你可能就必须怎么样 先在这边 假设我们如果用那个 第一个用MID MID的话就是抓第几个字 MID MID这个里面的字 如果我要抓第二个字的话 那当然我就输入2 如果1的话就第一个字 那如果很多个字 像刚刚为什么要执行正列 就是因为你有很多字 要执行很多次 有点像跑一个回圈的道理 OK 然后要几个字要一个字 比如说1 那如果你要第二个字 那就x 如果我今天给x的话 假设把这个x减下来 放在call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是得到88 88 你想说88 x 查一下表 ax到这里 发现它是88 就是88 它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你就对了 所以我们的逻辑很简单 所以我们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把它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怎么样 切出来 做什么呢 判断它是不是在47 应该47以下到58 有没有 47等于是大于47 而且 and 交期有没有 而且小于58 那表示它是数字 OK 如果说我用那个 那个还